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 现在这个对立日益加深之近 中国外交官员或是意见领袖 其实不时也透过了网路来发表 战狼外交式的强硬言论 而如今甚至就连自成大学生的青年 还说要杀光6亿的低收入户 连线记者张家祠 好了主播各位观众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对立日益加深 外交官员和意见领袖 透过网路发表战狼外交的强硬言论 现在连学生也加入战局 推特出现一封致称广西大学生发表的公开信 称6亿收入不到4000块的穷人在拖累我的国家 并且指责他们是阻碍国家前进的废物 强调愿意对穷人大开杀戒 包括我的父母 还大抢美国伤害党国华为 用贸易战让中国经济受挫 他代表中国全部的有钱人 正式向国家建议让我们参军 杀掉这些不努力的人 但台美要约那条红线 请他们提前树立好 迎接高强度对抗的决心 承担任沈阳工学院教授的赵胜业 在个人微博上发文 千枚核弹产生的刺激伤害 就可以间接毁灭美国 从美言论不断 现在连教授学生都加入战局 以上是掌握到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主播